大家好,各位網友,你們好 話說最近看了一宗新聞 就是關於生活總會有些焦慮和驚恐時來到 這篇文章是說有三個方式 如何幫助大家舒緩一些壓力 我看完就先和大家分享這篇文章 然後再說一說我自己有甚麼方式去面對這些問題 我希望大家可以看完這篇文章 就和我分享一下大家怎樣去面對壓力的時候 會做到甚麼 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在香港 或是全世界都是 其實在都市生活都真的有不少的社會壓力 不論是地方環境 人會很迫坐車、上班吃飯、搭檯等等 其實在生活的環境下 或者是工作的環境、金錢的情況下 都會令我們有些不同的壓力和焦慮 我先說一說這篇文章 這篇文章是說我們在一些繁忙的社會中 就會在競爭性很高的情況下去工作 無意之中其實我們生活在脆弱的時候 會有些恐懼和焦慮的情緒出現 當我們的生活的壓力越來越大的時候 內心的無力感就會越來越重 人自自然而就會有些情緒出現 這就是情緒的一些很自然出現的情況 這篇文章說了三件事 幫我們解決這個方式 看看對我們有沒有用 第一件事是調節自己的呼吸節奏 沒錯 呼吸節奏都會影響我們的情緒 因為專家說過 要知道如何對抗抑鬱的情緒 先要了解身體的運作是怎樣 當我們大佬處理情緒管理的 行人核活動的時候有所增加 我們的呼吸就會很急速 和很淺薄 我們有沒有發覺很緊張的時候 都會呼吸很急速 和心跳也很快 緊張的時候就會有這些情況 那位專家說 叫我建議我們要學會深呼吸六次 六次最好我們用複式呼吸 慢慢吸一口氣 等一會 然後慢慢呼出來 六次對我們的情緒 會大大的舒緩的情況 第二件事的篇文就是 要挑戰自己的想法 甚麼是挑戰自己的想法呢 就是我們經常想一邊 我們會把自己的想法 覺得是唯一的解決方法 所以他介紹 我們建議我們一定要訓練自己的思維 我們經常挑戰自己的習慣 要有 例如一件事 A是一個原因 導致B的結果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可以想 除了B的結果之外 還有C、D、E的結果 是有可能會同時出現的 所以我們不要經常去 這就是文章跟我們說的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就是 把一些想法寫下來 這個專家就說 他建議我們在 特別在我們情緒低落 焦慮思想的情況下 我們可以把我們心裡 真的有甚麼不開心 或者有甚麼壓力 有甚麼焦慮 真真正正的內心的感覺 用紙和筆寫下來 寫下來之後 其實你未必一定要 讓別人看 讓自己知道 原來我們這一刻 在這個時候 原來面對這些問題的時候 會有這樣的情緒出現 這個就是 那個專家建議我們 因為他說過了一兩天之後 我們用一個很平靜的心 再去看回這一種內容 其實就是很 會有少少不同的心態 去看到這件事 或者幾天後 看回這封信 或者看回這篇文章 就會覺得 可能當時我們想得太負面了 這個文章 簡單就說完了 我相信 在我們身邊的朋友 都會有不少這些壓力 好嗎 接下來就說一下 大家有沒有其他方式 去面對這些情況 我發覺香港人的壓力 也真的很大 我想說 在法樂指數來說 香港排全世界的尾幾 原因真的不用我數 大家都知道 物價貴 工時未必會加 人工未必加 但通脹就猛如虎 物價貴 住屋又小 香港人交通又迫又窄 對嗎 所有環境都要快 要趕 怎麼會沒有壓力呢 對吧 我們試想像一下 我們去到一些大自然的地方 心抗神移 因為煩惱也少一點 對嗎 說又容易 我先說一下 關於一些情緒 有甚麼種類 然後再說一下 我自己面對的時候 其實有哪五點 大概都可以幫到自己 去跨過一些難關 或者焦慮的感覺 首先 焦慮這件事 其實說真的 我身邊認識十個 其實真的有八、九個人 其實都有的 只不過是多還是少的意思 大致當然 你說要看醫生 看精神科 是否真是很影響日常生活 有的 我都見過真的有些 有焦慮症嚴重 影響睡眠質素 整幾個星期睡不著 或者是整個人很灰 很消極等等 這些人 但小致是我們日常生活 未必真的會看得到 可能就是我們每天 乘車經過 在火車地鐵那裡 其實大家 偷偷偷玩手機 都是一種 逃避現實的一種 感覺 因為為何 我們的社會 壓迫 這麼多 這麼多不同的問題 說真的 一個字就是錢 資本社會 甚麼都是錢 在現實生活來說 很多事情 都不能夠避開錢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理想 或者想做的事 我相信 沒有打工仔 是真的很熱愛自己的工作 大家都過著一些這樣的生活 每天都過著一些自己未必很喜歡的事情 你又做一些自己不太喜歡的事情 這個工作上 大家真的逼於無奈 是一種土飯式 就是靠生存的一種感覺 大家都知道 香港住屋 有多難 有多難 對吧 可能有些人很努力 即是一世或大半世 可能都是足夠的首期 那然後怎樣 想起這些話題 其實都令人很灰心 對 若是一群稍為有錢的人,他們會覺得這些人不勤力,或是不夠吃腦等等 只不過,我想說的是努力,大家都會有付出 我見身邊的人,打工或朋友,每個人都做得很辛苦 收工後,大家都好像沒有一個靈魂,回到家,躺在那裡 上網,吃飯,甚麼都不想做,不想用腦,過了完成一天 用了所有精力,用所有精神在工作上,這樣都叫不努力 我自己就不太認同這種說法 大致上,感覺到很多人都是… 你說香港沒有歧視,就是假的,香港一定有歧視 就是歧視窮的人,可能很多地方都是 但我覺得香港特別感受深刻 你說焦慮這件事怎樣弄得到呢 因為我最近有一個朋友,他之前有一個焦慮症 看了那些醫生,即是幾千元每次 睡在那裡,甚麼都…他說沒有用 睡在那裡,躺在梳化妝上,說一下自己的事 這樣就結束了,就叫他看完心理醫生 得出了結論,我跟他聊天的過程 就是其實很多時候我們的焦慮 來自一件事就是自己的想法或心態 就是我們的環境 就是我剛才所說的以上的例子 環境和社會的因素都會影響到我們自己的心情 影響到我們自己的心情的時候 我們怎樣去調整呢 我想這是很重要的一個課題 因為環境就不能改變了,對吧 不可能改變到香港人較少 或者你想樓價跌也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他跟我討論到一點 就是要調整自己的心態 心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層面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看事情的角度不同 都很影響我們的想法 叫RQ精神也好,或者用不同的角度 好像有個例子就是 有半杯水放在面前 你會想,只剩下半杯水不夠喝 還是我還有半杯水 可以解決我以下下來的一些口渴的情況 就是一個角度思考的問題 我有以下幾點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關於這個情緒低落的時候 我們到底可以做些甚麼 既然我們不能避免它 既然我們不能打敗敗敵人 就要加入他 就想想怎樣處理這些情緒 這些問題 第一件事就是 剛才所說的 就是一個環境會影響到你 但我們思考的角度 是沒有人可以框到我們的 同一件事 我們可以用很多不同的角度去看法 總是會有一點好一點 令到自己舒服一點的角度 令到我們大家會想得舒服一點 就是所謂的正面思考 正面思考 人們會覺得可能會是廢話 但其實你想想一想 我們身邊可能有很多朋友 即我身邊有很多朋友 其實在模型中是一種負面思維 負面思維會幫到我們甚麼呢 就是灰色 就是繼續頹廢下去 可能會找更多類近的朋友 大家掃腹地圍一下腦 聊聊天 所以這樣其實都可以舒服自己的感情 但在實質上 我們就沒有做一個很積極 所謂積極正面的一種改變方式 所以一個角度的思維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點就是 很多時候我們有不同的事情 會有一些自卑感會產生出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自卑感是來自一些 我看過一本書說 《理想的你》 即是我們思考中的自己 其實是一個理想中的自己 到底跟現實有沒有差別呢 如果有落差的時候 就會形成一種心理的現象 可能就是失落感 有一種無形的自卑感會產生出來 所以我們要認清自己 才釐清自己這個世界 這個事情到底發生甚麼事 第三點就是 找一些開心正面的人 或者你相信得過的人去談 因為我相信跟人談完 記得是找一些開心 或者真的跟你分析分享 比較正面的人去談 因為如果大家都負面的時候 其實整件事就非常之負面 可能會令大家的焦慮 心情會更加嚴重 跟人多些人聊天 真的有幫助 第四點就是做運動 做運動在研究中 在裡面已經的確說了 會令我們的腦 會產生一些 叫做安多芬的 一些… 安巴芬 大家已經夠正我了 一些物質 到底呢 那個原理就是 會將我們的大腦 就會有一些開心的元素 在裡面 我們就會感覺到開心 跟我們笑的功能一樣 其實有人說過 假笑 即使你是假笑 你的大腦分辨不到 你是假還是真的 總之你一笑這個動作 其實就會散發一些正面的感覺 其實你的人都會健康一些 就會沒有那麼消極 最後一點就是 看書 以及去聽一些啟發性的頻道 或者看影片 原因很簡單 我們用不同的角度去思考 整件事會很不同 但是我們在自己的思維裡面 怎麼會用到不同的角度去思考 其實比較難一點 所以我們除了跟朋友聊天之外 我們還可以去看一些書本 或者是聽一些啟發性的影片 就會令自己的生命 就會比較… 先加一點油 先不要那麼灰 不好意思 這裡就是我以上幾點歸類出來的東西 說真的 我自己也真的有用 我才會這樣跟大家分享 但是… 的確我就是… 可能大家當中其中一份子就是… 一定會有一些不開心 或者情緒低落 我自己也會這樣做 我自己也… 克服了很多 希望會慢慢越來越好 我自己嘗試過去改變自己的心態 但的確會比較好 但大環境也很重要 所以我覺得大家都要做多些運動 以及去多些大自然的地方 交流一下 人生只有一次 做一些自己真的喜歡 真的開心的事 令自己開心 才是活著有意義 而不是… 我們一直想著一些… 或者是… 不斷轉流角尖 做一些我們能力範圍以外的事情 至少短期目標 讓我們活好、開心、活好每一天 那麼… 累積上去 那就是一個人生的了 所以… 不要小看我們每一個時刻 希望大家… 在一個惡劣的情況下 都可以用一些方法 去令自己更加開心 令自己更加享受這個人生 叫做苦中作樂 我想這是一個很必須 或者很重要的事 否則你苦中還要苦的 其實是非常辛苦 真是生命都沒有 所以… 希望這條影片幫助大家 以及喜歡這條影片的人 希望給我一個Like和Subscribe 希望大家可以留言 和我聊一下 有些甚麼可以… 都可以開解一下我 或者… 即是… 大家共勉 有些甚麼方法 可以令大家 可以釋除這些焦慮 或者情緒低落 或者…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如果有國內人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有甚麼良方 有甚麼好的方法 可以幫助大家 好,多謝大家 先看這條影片 好,再見,再見 按讚… avoid